像这种废旧垫水壶坏了不要扔 其实只要我们再改一下 立马就能接着用 这个是客户刚刚拿过来的 你们看 这个底盘已经断裂了 这个线路也已经脱落了 而且这个发热盘 这边也烧黑了 损坏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维修不划算了 但是客户说 不要让我给它修好 说这个垫水壶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有感情了 没办法 既然都这样说了 那我就给它改一下吧 让它接着用 首先我们把所有的线给它拆掉 这壳子就不要了 这插座还能用 然后把这些瘟空拆下来 这份控也能用 再来用一把锤子 一把螺丝刀 把这个发热盘给它拆下来 好了 这个发热盘就插来了 这下面看起来也比较平整 放在台面上也不摇晃 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了 比如我们来试一下 比如我们接点水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放在燃气道上面 这样就可以点火给它加热了 你们看 因为下面比较平整 所以受热也比较均匀 这样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只不过原来是用电加热 现在用的是燃气火焰来加热 水烧开了 这下面也不露水 又可以接着用了 这也算非用利用 你们觉得这个方法怎么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